如果這樣的話 香港的移民潮政應該會一浪照一浪 怎麼會不會大家都走 他有移民的那些 我猜就已經移走了 我記得我做了一段時間 我去買房子的時候 老大哥跟我說 你是中國人 你一定知道了 最近香港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現在shut down border 我們如果open border 你這個價錢買不到我們這些東西了 你準備多10個了 然後我真的會這樣嗎 有錢移民的不是已經移民了嗎 或者有能力移民的不是已經移民了嗎 就回去而已 而且他就算要移民 也沒那麼容易的 你澳洲 我相信加拿大也好 澳洲也好 西蘭也好 我都不是媽媽的狗也讓你進來的 我肯定希望香港的精 都是要扔錢的啦 是啊 我肯定希望香港精英過來 像英國那樣 我肯定不會希望穿黑衣的那些 去丟爛地鐵啊 發假新聞啊 接著撿不撿的那些人過來 你說黑衣的那些 就只能夠通過爛漫 是吧 找政治庇護 但是如果 其實真的可以阻道 如果你找到話 真的被人迫害 是吧 不是因為我丟爛些東西才被人抓的 純粹就是因為我政見就被人抓了 這件事呢 假如還有香港人聽我們說話的話呢 我就點一條靚路給他們一下 因為這個是真是一個是有利益的 我平時跟我打魚是一個trader 我打了三四次 我第一次問他 我就說你現在是不是PR 我見到一個小朋友 老婆仔都在這裡 我就說你是不是PR 他說不是 我說你是學生 他說不是 我現在是辣民 然後我說啊 你老婆 你整套工具都比我漂亮 你不像藍民 我像藍民 都比你像藍民 我拿CRV 你拿你拿Lancurse 是不是 你三個 那麼會忘記藍民 然後你對方是carbon fiber 我對方就是爛起波纖 你不理到三個 我說五百多彎 我看它型的 款式 紋路都漂亮的 就是你一看有設計感 我的就是你老婆講的比較難聽 就是你鄉下的那些 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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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你老婆 你是辣民 我說你怎麼搞到辣民的 他說 你老婆一開始 我就學生簽過來 每年六千塊錢 然後你就不用上課的 你就去打工就可以了 他說我一來之後 第一件事就去參加那個澳洲的建築培訓 好像叫做白牌 很快可以上綱 他說他專門是幫那些 宅廠和建築 他說在專門外面 好像要鋪一層東西在上面的 就是令他更加美觀一些 他跟我說的叫什麼 我記不住 反正他就說 他專門做這兩件事的 然後做了幾年之後 他就不想再花那六千塊 接著聽到有人說 可以通過搞難民的方式 可以轉難民 他當時就找了一個無牌的香港律師 幫他做難民的那個簽證申請 好像是成功了 還是沒有成功 他那次說得有點亂 但是後來他就說 他找了一個中東律師 是專門幫人搞難民簽證的 中東律師就跟他說 如果你第一時間來找我 一千五百元澳資 立刻搞定 你立刻變成難民 你變成票是沒問題的 可能排隊而已 一定是沒問題的 但是現在就可能 未必可以 你不要抱成本希望 接著他後來就說 那如果這樣我就不抱希望 到時候去新西蘭 新西蘭一開放國境 我就一張機票飛過去 就用公簽的形式過去 可能到時候就轉到PR 轉到citizen 再回來澳洲 我就問他 我就說 你這套玩法 是不是真的就是你來到澳洲 你就可以申請難民 他說 是 一千五百元澳資 你找到就知道就可以了 不是 我覺得第一步是可以的 你難民在等的時候 是確實可以給你工作的 但是他做到最後 讓不讓你成為永久居民 那裡就卡在那裡而已 他現在在等著 等著等著的時候 讓你做事 沒所謂的 沒有的 那就等下去吧 我是難民 全家都是難民的 不是 那我可能沒有無限期等下去 那你有 九鐘 帶你的難民證據來看看 難成什麼樣 是被人嚴言逼供 還是怎樣 同性戀被人抓去 扔石頭還是什麼 你有理由 那些中東佬會幫你搞定的 人家都說了我就是收你一千五百元 但是情況不同啊 中東佬你誤自己是驚慌逼供 你老母子 你從中國國來 你懷人你什麼你被人拆遷啊 被人燒屋啊 城館還蜆啊 被計生在桌子打針啊 是啊 你說什麼蜆都可以 你中東佬很蜆有經驗的 你中東佬 所以我們在街上看到這麼多中東佬 應該都是難民證證 是不是這個是一個法律漏洞 怎麼會這樣擁人 是啊 就是一個法律漏洞 因為 你知不知道呢 為什麼我說我建議那些香港朋友呢 就是那些勇武派呢 雖然我不是這麼想他們過來 我怕他們 有點有點怕的 但是他們真的要來的話 其實就不用說要入澳洲政府的回答的 什麼港人四百五還是四五百計劃 你再等不到三年之後再去申請 PR 你現在不用麻煩了 你走一張機票過來 因為香港過來應該免簽的 香港過來應該免簽的 他要申請給電子簽的 但是他不知道會不會問你有沒有這樣的紀錄 但是不重要 問題是說我給幾萬元也好 或者給一千塊美中東佬也好 哪一個成功率大 再說你的目的是離開香港 留下來在澳洲 我聽他的說法就是給一千塊美中東佬的成功率大 因為他那次跟我說 他就說因為他之前給了一個無牌律師 其實他已經拿了難民簽了 他過了兩年之後 他就說我要轉PR 但是他找到律師後才發現 他丟棄的律師那兩年 因為一直都沒有聯繫的律師 律師為什麼突然徵發了呢 是不是好像律師找回他還是怎樣 我忘記了 律師說不好意思 那兩年他就在這裡坐牢 然後後來他又找朋友 其實他的律師是打商人號的律師 他沒有牌的 然後他就找到一個中東佬 中東佬就說其實如果你兩年前 你第一時間來找我 我幫你收集其他資料的話 就沒有問題 因為他說他把那些資料搞錯了 那個香港人把那些資料搞錯了 所以導致他其實 他想難民轉PR 難民轉PR 難民轉PR 沒錯難民轉PR 成功率是很渺茫的 你不可以說他沒有 但是你就不要當他有了 但是如果沒有的人過來 聰明一點 第一時間什麼都沒有說 說我是難民 我被香港的警方 我被共產黨追殺 因為我們爭取民主 那你現在給他鐵码給我 那你就可以省了 大概可能15到20萬澳子的學費 當然你可能要去Burwood 或者Hertsville 住一些180到200元 不等一個星期的房租 你可能都要去面臨給祖國同胞 或者可能有些陰毒一些的 香港台灣同胞的一些幕剩 這些情況應該會比較少 你只要不要找祖國同胞 祖國同胞就比較陰毒一些 但是他有TR 他是有權打工的 那麼你就兩三年之後 你就可以難民轉PR 而且只需1500元而已 但是是不是這麼容易 每個人都可以拿這個 任何理由也可以 隨便一個中國人 都可以拿這個 兩萬元買張機票 飛到澳洲 然後找中東路 給他1500元 兩三年之後搞定 成為永久居民 所以我現在其實是懷疑 很多在這裡的中國人 其實他是藍民來的 就好像幫我鋪木地板那個人 好嗎 是 當然 我只想找他鋪木地板 因為他和我老婆舅舅住了很久 差不多十年的老鄰居 大家住在一個房子 很熟的 關係很好 而且他們都是潮州人 他們就說他是客人在那裡 但是我那天見到他 就拿著麵包車去送貨 然後我心想 你如果真的是黑戶的話 你不怕被人撞車 那你怎麼賣車呢? 那你怎麼上保險呢? 是不是? 你肯定有個身份的 你是留學生 不是留學生簽 要是就是一個難民 否則你不可能在那裡 還有這麼多的亂七八糟的客戶 可能真的 不是 有些是真的黑戶的 就是說非法居留 你剛才說的 劉學生 我簽證過一期 我又不走 但是我又沒有一個合法的簽證 直到有一天被移民局抓 就算撞車 移民局都不會是甚麼 都不用看你的簽證 撞車不用看你的護照 撞車看你的車牌 那我可以買車嗎? 我可以買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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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完全沒有關係 甚至買樓也沒有關係 真的嗎? 不如我去年買的 沒有人知道我是甚麼人 你不用出示ID才知道 不會的 我覺得這個不行 你要續領你的車牌 你要被人查身份的 我覺得這個不買 他會查你的 不是車牌 你想說我以前也是留學生 是嗎? 我後來變成PR 現在是Citizen 但是這個過程 對於出車牌的部門 他才是嗎? 如果移民局有心去找你 他會找到 不是 他不會有心 但是你做很多事情 其實他的系統裡 是有你的簽證訊息 和你的身份訊息的 有我的車牌訊息 沒有我的簽證訊息 有你的車牌訊息 他會知道他的車牌是誰 是啊 車牌並不能知道這個車主 究竟是一個學生 還是一個永遠居民 還是一個公民 還是難民 還是甚麼 他在那裡的名字 不是 我猜他是知道 因為我那次超速 被阿Sir抓 他是要求我出示ID 那你那次是車主 我沒有車牌訊息 我沒有車牌訊息 我下個禮拜訊息 我下個禮拜訊息 然後我就從我 從客戶裡面 塗了一張紙給他 還有把我祖國的駕駛證給他看 不過他的駕駛證 他都不會看的 他看系都明白是甚麼中文 他看了我的翻譯的東西 但是他就 他可能要是搜我的名字 搜我的Date of birth 他一定是可以看到我的身份 因為我為甚麼這麼肯定 我之前 我之前是在TAFE還是做甚麼 他們就是會自動更新我的 我的簽證 我之前是TR 所以有些東西我是要付錢的 還有我可能我不想有寫那些補貼的 但是我這次上去看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不需要做那些東西 他已經自動更新了我的訊息 就是TAFE 我再講TAFE 我不是講那些屌尼 阿Sir 所以他可以看到你的 你的移民簽證 他的系統在哪裏 他可以查到你的移民簽證 其實是甚麼類型 你的身份是甚麼類型 你的簽證有沒有過期 我覺得你在澳洲 找工作他都會跟你說 你是甚麼身份的 你是甚麼簽證類型的 他直接會在JD那裏寫出來的一個國家 他在這方面肯定做得很好 找黑工的話 你看黑工全部都找回自己人 不會找回其他 就是中國人幫中國人打 他不會幫韓國人打 就是韓國人也不會幫中國人打工 所以其實藍民應該是澳洲政府的一個流動 你只要講到你足夠慘 就好像之前 不是那隻系統說他是間諜的 那隻系統叫甚麼名字 我忘記了 無奈 現在是給了他難民身份 還是給了PR給他 他覺得是難民的 間諜還給他做難民 不是他抓起來了 不是 他是哪裏的間諜 他是台灣間諜 他中國派到台灣 但好像說他老婆 阿德萊德那時候 好像再過女兒 是獨立學生來的 他現在已經流下來 叫甚麼名字 上次在新鎮被阿爺捉雞的那個人 幫你使館打工的那個人 英國好像要給他 那些肯定留下的 那些一定留下的 因為那些你遣返回去 香港就不同了 香港就可能沒好些 但中國那個你遣返回去 就是送他去死 你回去中國還不給他 所以就這樣說 那些中道人肯定就會寫到你這麼悲慘 所以他就會令到你被移民官相信 如果你把那個地點回去 他就會被阿爺打罵 或者被阿爺迫害 那我相信絕大多數的澳洲官員 他都不是真的會了解中國的 現在是怎樣的 真實的情況是怎樣的 外交官員他可能會了解 你搞簽證那些他才是 他只是看ABC 看Sky News 或者看Nine News 一個Predator Government 他只會相信這些東西 如果你說日本、韓國就不信你了 新加坡就不信你了 馬來西亞都會信你 那些伊斯蘭教這個國家 他可能都會信你 真的會很慘 但是中國都會信 尤其是香港 香港更加信你了 你是不是 新闻每天都說